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DE 在這藝人代言網紅KOL推薦的大手遊時代 各種好玩的遊戲已經能讓各位久久難以忘懷 那這次頂著老IP出擊是否能更創高峰呢? 魔靈召喚 克羅尼科戰記 那個克羅尼科戰記是英文Chronicles的音譯 其實按照原本的韓文或者英文的翻譯 正常翻譯的話就是所謂的冰年史 真的挺佩服場上這做在地化的想像力 那怎麼不乾脆叫做賽門納斯沃 克羅尼科戰記呢? 更抽象 更魔幻 感覺更吸引人 那我還是要稍微吐槽一下官方 目前這遊戲在比較大的市場 像是北美 韓國都上架了 那所謂這個全球預約突破65萬 應該是只有台港澳吧? 不過你看看隔壁的暮色雙城都已經高達80萬了 你這個戰鬥力明顯看起來就不行 還需要多加努力一點 那查了一下上個月的總益收約在1800萬台幣左右 而且這款的課金佔比最高的還不是韓國人 反而是美國啊 這在向來以M&O為尊的韓國市場 反倒顯得獵奇啊 肯定是哪裡出了大病 遊戲開發商為韓國的Contours 2013年時被另一間韓國公司Gamvi 以700億韓元收購 然後在2015年時推出旗下至今最賺錢遊戲 魔靈召喚 順帶一提 這一款上個月的營收約2.7億元 而後來也衍生了各類所謂魔靈like的遊戲 像是網易席下的陰陽師 那我們來看看今天這款遊戲吧 本次測試的版本為美幅的手機版 但它也有上架Steam版 不過評價有好有壞 還有人打著好評然後是勸退的 這個玩家想必也是老江湖了 遊戲開頭有還算陶希可愛的動畫 講述在每個經典故事中 那個世界都會遭遇到奇怪的災難 然後身為召喚者的玩家必須來拯救世界 簽下賣生器以後就可以進入職業選擇 可以選擇經典的彈發補三個職業 有提供簡易的捏連 不過其實都是固定選項啦 沒有可以進一步細條的部分 然後標配這看起來就是硬邦邦的內內 果然挺寒的 選擇好以後我們冒險就開始了 遊戲在搭配動畫劇情上的體驗還算不錯 但怎麼說呢 就是會有一種很熟悉的換皮感 而且在技能特效的美術表現力上 有點…超出我的審美理解 然後這個攀爬的畫面 讓我開始感覺不安了 終於在度過前期看似不錯的劇情 跟教學動畫過後 還是原型必錄了 妥妥地回歸這幾年常見的換皮ML套路 尤其之後解鎖自中打怪、自中巡弱 以及各種重複性的打怪人物 啊…果然是不讓人失望的2023年啊 遊戲唯一的特點 又或者說是他們別出新材的設計 就是這個用來弱化社交屬性的寵物機制 讓你即使想單機也能自給自足 這個設計邏輯跟格蘭騎士團也有點類似 那款也是可以依照場合搭配來切換隊友 兩者最大的差別就是一個是抽武器裝備 一個是抽寵物 但在畫面 技能設計上的表現真的差異太大了 這款給我的換皮即時感真的很重啊 而在戰鬥流程上 玩家就是可以透過裝備來切換施放的技能屬性 然後選擇上陣的寵物後 一切就交給AI了 看你是要解任務或者掛機練功都可 就依舊是那一套 你懂的 而這看似美好弱化社交的代價就是 把養成屬性加重了 你可以想像的養成機制 它是一個不少的繼承了 戰力 星級 等級 技能 突破 裝備 命座 實裝 而且裝備拆分6個部位以外 還有強化跟套裝系統 所以這款其實就是一個 偽裝層 MAO的卡牌養成遊戲 但別忘了 玩家本身也是需要培養的 而如果未來還需要針對屬性去克制關卡的話 你看看你得養多少種寵物啊 那回頭看一下這個建模美術吧 我不知道廠商是不是想進一層 魔靈召喚IP的原汁原味 所以故意保留了一部分 但實際呈現出來的質感是真的不怎麼樣 而且塞給玩家一大堆用不上的寵物 除了用來降低抽卡的出金率以外 毫無意義啊 我是真的搞不懂 為了廠商總是不想好好的精緻化 都是選擇視覺上的塞好塞滿 讓玩家看上去覺得琳瑯滿目 但實際上能用的依舊是寥寥無幾 最終玩家都還是盯著榜單去刷手抽 那我在這個無奈之中找到的唯一樂趣就是 劍摩斯保留的小心機啊 可以光明正大的看妹子的群體風光 其他除了像登錄獎勵 你能做的活動也挺多的 讓你限時上完班以後再來這邊加班 生活充實又快樂絕對不無聊 順帶一提這遊戲在手機上的優化其實挺糟的 這在去年上架的時候也有人提到過 並非自身的個案 除了遊戲本身是吃電怪獸以外 對手機的性能也非常要求 當然如果你是用電腦玩的話就無所謂了 這實際體驗上的痛苦就留給各位商家去品味吧 而遊戲雖然是去年暑假才推出的作品 但真的也不是挺熱鬧的 聊天頻道發言的人也不多 連賣幣的機器人也不怎麼活躍 廠商還預計今年要賺他個1000億韓元 那最後來聊聊課金系統吧 以上也就是給你四檔位的通行證 全部價格加起來約1000出頭 你說貴吧好像也還好 但真要說便宜的話 看上去真的讓人感受不是很好 接著就是兩檔位的月卡 再來還有等級禮包 以及寵物召喚禮包 還有幾個比較常規的寵物跟人物實裝 以及基本的養成套餐等 反正現在廠商真的是能塞的都不會少漏給你 不會錯過可賺取的任何一分錢 然後再來講講這個抽卡吧 常規保底需要200抽 每10抽是2700紅賺 不算手足獎勵的話就相當於800元一次 以保底來看的話這價格其實並不便宜了 如果說你寵物設計的好看的話 就算了 但實際上又不是說多用心 而且每個都是換個設就丟進卡池裡面 逼著玩家在一堆垃圾裡面撈垃圾 不過這個遊戲還是挺厲害的 居然還可以跟寒蠻IP連動 就是那部貝塔詛咒獵人 不過看到這個3D建模 真的反而不如某些換皮MNO啊 廠商既想吃玩家的錢又不想努力 最終選擇這種最低廉的方式呈現 廠商裡面也真的逼怪玩家 為何現在對遊戲的黏性下降 或者怎麼越來越難搞 當玩家從另一款玩膩的MNO 跳到另一款本質上沒有差異的MNO 內容不只毫無心意 又毫無掩飾的想要玩家掏錢買單 只能說這個結果也是不意外了 這邊也不得不佩服那些 推銷棉戲MNO的廣告代理 不管什麼快樂都能包裝 搞各種預約抽獎業配充流量 再靠鋪天蓋地各種圖文不符的廣告 然後你進遊戲後 又會看到各種人機跟水軍 喜瓶假裝很熱鬧 而這期間還透過各種拉幫結派的方式 把你拖進一個看似都是玩家的群組 但裡面多少都暗藏了官方拖 然後不斷的拱你課金 一套標準化的韭菜養套殺流程就這樣完成了 每次都是一模一樣毫無變化 但依舊屢勢不爽百歌百中 而現在ChartGPT也越來越成熟了 也有廠商嘗試導入遊戲內來運用 以後AI經過深度學習以後 說不定連玩家都能扮演了 讓你以為自己在跟真人聊天 而且他不只能陪你打副本跟談心 甚至寫論文解題都不是難事 讓你在遊戲中解決 現實中遇到的各種問題 以後如果爸媽再說 遊戲是網路上至電子鴉片 你終於可以大聲的喊回去 我這是寓教餘了 你懂個屁 人皆麻省理工終於不是夢 以前玩家都怕遇到詐騙 男伴女明天要去當兵的狀況 或者現下聚會只能閉眼假裝是本人 未來直接連人都不是啦 結論 久久代代無窮意義 幻皮黏黏只相識 不知幻皮戴何久 但見久久送流水 只能說這款就是標準的又乾又克 玩家費時費錢的給廠商打工 實際能獲得正反饋卻相當的少 當然也不只這一款 放影現在很多廠商 在所謂的MAO手遊製作上 都是去除了大部分的可玩性 但是保留了一部分的樂趣 且加入了更多課金機制 當玩家吃到這一部分的味道 才知道自己又被當成了韭菜 至於是故意的還是不小心的 那肯定是故意不小心的 看看某個最近告訴的舉止 都還是能繼續擺著大財團的價值 用極其傲慢的態度來繼續譴責玩家 只能說什麼樣的廠商環境 都是玩家們慣養出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在這微不足道的靠北壞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